蒙克和乌兰夫妇原本只是西林浩特草原上的普通牧民 但自从1998年开始 他们的生活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三只野生的黄羊来到了蒙克和乌兰的家 如今当初的三只小黄羊已经成群结队 蒙克和乌兰也成了中国第一个私人管理的野生动物保护区的主人 牧民蒙克等这个电话已经等了许久了 打电话的人叫做冬日布 生活在几百公里外的萨吉苏木 蒙克几经周折才找到他 冬日布答应给他两头野生的黄羊 同时提出黄羊不能免费的赠送给蒙克 蒙克的妻子乌兰听说要花钱才能得到黄羊很不高兴 他们的儿子齐达也很想得到那两只黄羊 但面对父母的争执他有点无可奈何 蒙克为什么一定要得到那只黄羊呢 故事还得从十年前说起 十年前的一个冬天 几百公里外的蒙古国爆发了几年来罕见的大风雪 生活在蒙古草原上的野生黄羊 无法忍受严冬的冷酷 他们一批又一批地向南方的中国内蒙古迁移 虽然西林浩特草原此时也正值冬季 但比北方的蒙古国气温要高一些 对生活在草场上的蒙克和乌兰来说 这只不过是最平常的一天 乌兰正在为蒙克做他最喜欢吃的羊肉面 那个时候他们并不知道 一件改变他们后半生的事情 就要发生了 但是再次有点几年 还要帮他以后 这一天你怎么看 他就要帮他走 他就要帮他走 你怎么看 他就要帮他走 他就要帮他走 看你们 他就要帮他走 三个黄羊高子进来了 然后咱们就过来一看 确实有黄羊 三只小黄羊就这样 来到了蒙克家的草场上 他们奔跑了上百公里的路程 多数家人已经在旅途中迷失了 我父亲说是 咱们把这三个黄羊保护起来 不能杀了 也让别人也别杀了 就这样咱们就一直保护 蒙克所说的父亲 其实是自己的岳父 老人家在草原上 当了一辈子的牧民 黄羊在他的积木中 是神圣和美好的生灵 可好看 可好玩 我爸那种说黄羊 天上来的羊 老人们说那种说的 哪一天肯定你们 带了个好运 那种说的 听了父亲的话 蒙克和乌兰就把黄羊留了下来 由于黄羊是野生动物不能圈养 蒙克和乌兰就让他们自由自在地在自家的草场上生活 野生黄羊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数量稀少 全国不足万只 散落在内蒙古新疆等地的广袤草原中 他们经常在中国和蒙古国边境间徘徊穿梭 奔跑速度极快 一见到人类就会远远地逃走 所以蒙克要想找到野生黄羊羊种 这对于一个普通的牧民来说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蒙克四处打听 终于听说 附近镇里有个牧民 东日布家里有黄羊 但是 东日布家里的黄羊不能够免费地送给他们 这让蒙克和乌兰很为难 东日布到底要多少钱才能够把黄羊送给他们呢 为了养黄羊 蒙克和乌兰已经从自家的牧场里分出了5000亩地 作为他们的专用跑场 家里每年的收入要损失数万元 对一个普通牧民来说 一年损失两三万块钱的收入 这是很不容易 正当一家人发愁的时候 电话铃又响了 东日布与妻子商量以后 决定只向蒙克收500元 这对蒙克和乌兰来说 并不是一个大数字 最起码养后费给他们 有那个大城市的一个公院 想一万块钱要两只 他就没给他 但是就赶给我 500块钱就赶给我 信任我这就是 有的朋友就是这种挺好的 为了感谢东日布的好意 蒙克和乌兰要给他赞些礼物 这里大部分的蒙古族信仰藏传佛教 哈达是人们相互之间表示友好的象征 东日布热情地迎接了远道而来的蒙克和乌兰 一进东日布家的院门 乌兰就看到了躲在车库里的黄羊羔 东日布的妻子正要给小黄羊喂奶 从哪来的呢 从就蒙古来的 然后他那个大的可能人都打死了 然后小的我们就抱过来就喂他 这是不让随便打的东西 抱过的东西 我们就喜欢他就喂他 小黄羊刚刚出世时就失去了父母 被东日布的妻子收留以后 他还没有从金黄不安中解脱出来 院子里还有一只大黄羊安逸地趴在地上休息 大黄羊已经在东日布家里住了一年之久 不太怕人 东日布的妻子是从一只小羊羔把他养大的 这正是蒙克和乌兰一直期待的配种公羊 小黄羊似乎只有站在大黄羊的身边 才能够感到安全 要把这两只黄羊送人 一家人还真有点舍不得 如果不是听说乌兰家 专门为黄羊建立了保护区 东日布是绝对不会把他们送给人的 但此时 东日布的妻子却犹豫了起来 他会不会改变主意呢 乌兰觉得有点难堪 这时 东日布的小女儿从屋里走了出来 你喜欢黄羊吗 喜欢她吗 不喜欢 怎么不喜欢她 她说大的不好看 小的好看 喜欢小的 不喜欢大的 喜欢那只小黄羊 正在尴尬之时 有几个人来东日布家里买棉羊 正好也到了给小黄羊喂奶的时间 小黄羊却怎么也不肯吃 也许是这一天 东日布家里来的生人太多了 小黄羊有点受惊 猛客和乌兰还急着赶路 他们想赶快地把黄羊接走 他们是不是有点舍不得给啊 他们 当然舍不得 人家一万块钱没给 所以这一次 不是那个钱的问题 这干青 有干青呢 一个是干青的事 自己养的东西 咱也得生也舍不得 那你说它会不会反悔啊 不会 咱们牧民一般都是实在一说就是 肯定说话就是算说 猛客捉住小黄羊的四条腿 是为了防止他在挣扎时弄张自己 黄羊四肢修长 这让他们能够很灵巧地在草原上躲避敌人的追捕 但他们的四肢也很容易被折断 有很多的肉 能够是可以来生达的 你暂时就给什么 好多一点 很可恶 大大的肉 好多一点 我们的股圍 鲍鱼 让他们来 好多一点 好多一点 我坐后面 如果到了 小橙 看着自家的黄羊被别人拿走了 东日部的小女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终于找到了可以给自家黄羊配种的公羊 蒙克和乌兰的心里洗下了一个大包袱 第二天在蒙克家的牧场 对新来的黄羊来说 这里是最安全也是最舒适的地方 两只黄羊惊慌地跳下车 面对陌生的环境 它们显得不知所措 大黄羊很快就适应了环境 回到了久违的草场上 闻到空气里散发着浓重的青草的味道 它贪婪地吃了起来 小黄羊却不接受乌兰的喂奶 在乌兰去打水时 小黄羊趁机逃走了 乌兰提着水回来时 发现小黄羊不见了 齐达急忙骑上摩托车 到院子外面去寻找小黄羊 乌兰焦急地给邻居打电话 询问小黄羊是否跑到了临近的牧场上 齐达在草场上转了一圈 也没有找到小黄羊 第二天小黄羊自己回来了 它穿越了第一层围栏 飞快地向记忆中的乌兰家跑去 它顺利地抵达第二层围栏 围栏里就是乌兰家的院子了 守候在栅栏边的乌兰给它开了门 然后乌兰赶紧退后 见乌兰离去 小黄羊才小心翼翼地走进了院子 饥饿的小黄羊一进院子就追着大黄羊 想从它那儿得到奶水 可惜的是大黄羊是一只公羊 它不能给小黄羊喂奶 乌兰和齐达见此情景 赶紧抓住小黄羊给它喂奶 这一次小黄羊没有拒绝 它迫不及待地吃了起来 看见小黄羊吃奶的样子 乌兰开心极了 蒙克和乌兰家 现在有两万亩草场 是国家分配给它们使用的 两万亩草场可以放牧几百只绵羊 能够给它们家里带来 每年十几万元的收入 但蒙克家只有一万五千亩 放牧着自己的牛羊 近四分之一的草场留给了黄羊 野生黄羊不能集中饲养 因为它们每天跑个不停 草原就是它们的运动场 五千亩的草场可以让它们尽情地奔腾 两只黄羊很快地适应了牧场上的环境 咱们每天过着悠闲的日子 但大黄羊却一直有点心神不宁 这一天大黄羊对小黄羊 做出了一个过分的举动 原来大黄羊发情了 大黄羊的行为让乌兰喜忧参半 虽然它很想尽快把大黄羊放到保护区去 但人工捕育长大的大黄羊 能这么快适应野外的生存环境吗 黄羊是群居性的动物 乌兰家的这群黄羊 在完全没有人工干预的情况下 从最初的三只自己繁殖到了三十多只 它们之间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 所以大黄羊要想打进这个黄羊群 完成繁殖后代的任务 其实是非常艰难的 但是蒙克和乌兰必须把大黄羊放到羊群里去 这是解决黄羊群进行繁殖问题的唯一办法 第二天蒙克一家开着车到草场上去放大黄羊 大黄羊急切地想马上跳下去 但到了草场上 它又有些犹豫 不知道是该继续前进 还是应该回到乌兰的身边 看着远处的大黄羊 乌兰内心十分担忧 一年过去了 在乌兰的悉心照料下 小黄羊羔长成了一只漂亮的年轻母羊 乌兰给他起了个名字叫以己克 大黄羊再没有回来 他已经在草场上找到了自己的归宿 乌兰家一如既往地在草场上放牧牛羊 同时也照顾着牧场上的黄羊们 黄羊群的逐年扩大 是否给乌兰家带来过什么麻烦呢 最难的时候就干旱的时候没有水 咱们自己的身序都应不了 或者是咱们还得给它们应水 也拔草 从别处拔草给它吃 它是经常跟我们保持个一两千米的距离 偶尔看到的时候也就是五十米之内也有 但是它要是发现你的话 发现你的情况下 它每次都跟你保持个一千米到两千米的距离 三个四个五六 好多人不理解这个事 本身呢在蒙古边界线上 随便的杀的东西 在你这就保护动物了 在一个你这个自己养生序的地方 自己的操场不养生血 就得给你们一点收入都没有的这种黄羊就你养 这不是啥嘛 就这样说的人也多 虽然得不到别人的赞许 乌兰还是执着地守护着他的黄羊 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一天两个不速之客 闯进了他家的操场 有了有了 赶快赶快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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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呀好呀 那跑的慢 快快快 跑 跑出的是 跑过来 远一点停就是放那个啥枪呢 后面呢 后面呢 在 后面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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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就我嫂子和我两个人在呢 我就跟嫂子说 打黄羊呢 给他先打招了 あと ало 一个人过来看就是 好几个人打了我说 正好打了 我就跟他们说 不能打我们在黄羊 后面呢 戴的后面呢 papa 打吧 怎么打你这笔子 她们说是 咱不能打 黄鹽是不是你们的 就是我们的 不是我们的 要保护动物 你们不能打 咱就不能打 就拿走了 好了 黄鹽又是你们的 就是我们的 也不是你们的 就是我们的 不是你们的 不是你们的 不是我们的 也是你们的 不是你们的 不能打黄鹽 快给我黄鹽 哎 我就追不上 他们就跑走了 逃走了 但是我心里很难受的 就哭了一动 我丈夫也在七里上班了 我儿子也不在 就一个人待着 就看这个 这个黄鹽打死了 就我就 难受的哭了 哭了人 回家打电话 把他们就过来了 盗猎事件发生以后 更多的人 知道了猛鹤和乌兰 保护黄羊的事 他们纷纷地 伸出了援助之手 从蒙古边界 有的牧民 自己抓到的 给我们送过来 给我们送的也有 有的就自己养的 家里养的 一两个养不起了 他们就给我 各地的黄羊 通过各种途径 来到了猛客家的操场上 猛客家的黄羊 越来越多了 盗猎分子 也因受到了人们的谴责 也再也没有出现过 这一天 一位重要的客人 来到猛客家来拜访 贵客临门 乌兰一定要杀羊 宇宙 才显得尊重 这是蒙古族延续了上千年的习俗 乌兰要专门为客人挑选一只绵羊 到底是什么人 让生活在草原上的猛客和乌兰 这么重视呢 来的人是比利古台镇的镇长 他是专程来看乌兰家的黄羊的 原来猛客和乌兰养黄羊的事情 已经传到了镇政府 为了鼓励乌兰家这种保护环境 保护野生动物的行为 镇政府决定 正是为乌兰家的保护区挂牌 五千亩的这个围栏呀 给它做这个加高加密的网维栏 黄羊不易从这个网维栏跑出去 做这项工作 乌兰没有想到 自己家养黄羊的事 竟然受到了镇长的关注 而且还有一个自己 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基金会 要给自己来资助 这是不是就是父亲所说的好运呢 我爸那种说的黄羊 是天上来的羊 老人们说的那种说的 你们不要那个 不能那个黄羊买 肯定哪一天 肯定你们得了个好用